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照片是黃猴雕 頭部就是一個鮮艷的黃色 整隻很漂亮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叫 黃猴 大家好 我是肯定員 大家都叫我柯島 你看過黃猴雕嗎 黃猴雕以前是難得一見的野生動物 現在你到山區如果幸運的話 就有可能看到牠 跑得很快 牠有黃色閃電製造 大大的眼睛看起來好像很無憾 但其實呢 牠是很高明的殺手 黃猴雕是台灣特有牙種 大小大概50公分左右 體重是兩三公斤 以小型普魯 生物為主 單槍 鼠類啊 活動範圍平均大概是20平方公里 最高可以達到110幾平方公里 已經跟台灣黑熊一樣 相當寬廣 雖然體型很小 但是呢 會集體收累 所以牠有辦法把肥 牠大的山腔裂倒 紅猴雕主要的氣息環境 大概是300公尺 一直到3,000公尺 中海拔3,700公尺 但是呢 最近發現 也有到100多公尺 還有朋友 牠特別是在停車場 還看到牠們整群 在那邊活動 為什麼 牠最近幾年的 生活習性改變 牠經常出現的地方呢 就是跟人類 活動區域有高度衝突 我們到山區有時候會有一些 食物的殘渣 像儲物 都沒有處理乾淨 這一些食物呢 可能就成為牠 逆死險象之一 最近野生動物研究專家呢 從紅猴雕的 海椅檢驗裡面呢 100%研究出 物銷類的製品 简然是吃了人類的食物 包裝袋殘留的 這個對黃猴雕來講 是一大傷害 我們看到 台灣蜜猴近20年來 尤其是餵食 讓蜜猴誤解人類 跟人類發生衝突 我們不希望說 黃猴雕也附上 台灣蜜猴的問題 目前我們還來得及 不要把食物殘留在山區 也不要餵養 以身動物 不是科到 我們一起留給黃猴雕 以及山區野生動物 一個乾淨補汗家 中文字幕製品 在這裡 感谢观看